好 針對強台台米的最新動態 馬上關心氣象署的最新預報 今天晚上到明天 預計就是它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氣象署持續針對全台所有的縣市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首先從颱風的路徑圖上 來看台米颱風的整個移動 在畫面上實現 是台米颱風過去的位置 在過去它逐漸接近的過程中 因為開始受到地形的影響 路徑出現一些不規則擺盪的現象 尤其在今天下午大約3點過後 颱風的中心明顯出現 往南偏移的狀況 而目前颱風來到了花蓮 大概南南東方 大約40公里的海面上 而在過去一兩個小時 颱風中心開始出現 打轉的一個情形 我們預估今天晚間到深夜 颱風的中心即將可能登陸台灣 但是登陸的地點將會受到打轉之後 北轉的角度會影響登陸的地點 所以氣象鼠正在持續密切的觀察中 而在它影響的整個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從雷達回坡圖上看到 從雷達回坡圖可以很明顯看到 颱風的中心由往南偏移 並且目前開始有往東南 呈現一個逐漸轉圈的一個現象 而它往北轉的這個過程 就會影響到它登陸的地點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這幾個小時 颱風中心結構比較紮實的 這些核心雨帶 陸陸續續的影響了宜蘭的南方 以及整個花蓮沿海地區 所以在今天下午 氣象鼠也陸續針對了 花蓮的沿海鄉鎮 發布颱風強風告警 提醒有破壞性的強風出現 而除了颱風核心雨帶 帶來的強風好雨之外 也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目前颱風的環流 已經幾乎影響了整個台灣 我們尤其要特別提醒在中南部地區 可以看到目前這邊吹的是 比較西北風到偏西風 因此整個風向是往我們的地形 以及山區來吹的 所以整個迎風面受到地形的舉聲 降雨的狀況也會非常的明顯 而且持續 而此外我們也要提醒 預計颱風將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通過台灣上空 在颱風通過的這段期間 颱風南方的這些 很大片的水氣跟雲氣 也會持續影響我們的南部 以及中部地區 尤其是颱風往西移動之後 這邊吹的整片都會是西南風 所以南部的降雨會相當的持續 因此凱密颱風將會帶來 相當大量的雨量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而除了雨之外 我們也要提到風的部分 颱風在接近的過程中 已經帶來明顯的強風 到目前為止的觀測 在綠島地區已經出現15級的強震風 而花蓮的和平也出現了14級的強震風 另外在花蓮市區 蘇澳以及恒川半島的牡丹鄉 也都觀測到13級的強震風 此外其實全台的各縣市沿海 也大部分都出現了10到11級的強風 在澎湖地區也有10到11級的強風 提醒大家隨著颱風接近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整個風勢還是會非常的強勁 非必要的話真的是盡量避免在戶外 而除了風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雨的狀況 颱風累積雨量相當的驚人 從今天凌晨0點到目前為止 在宜蘭的太平山 累積雨量已經超過900毫米 而在鄰近的台中以及花蓮山區 還有比較南邊的屏東山區 累積雨量也都超過500毫米 已經超過了我們超大豪雨等級的降雨 而預計未來的整個降雨狀況 從圖上可以看到 不管是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凌晨 一直到明天上午甚至明天白天 整個降雨的情形還是非常的持續 而且雨量都相當大 主要在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的雨區 除了一部分會集中在宜蘭南側 到花蓮北側這一段之外 另外在北部的山區 以及我們中南部的山區 其實平地的雨也很大 這些地方降雨都會非常的持續 一直到了明天的上午 颱風逐漸往西通過台灣 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在北台灣的雨勢會稍微減緩一些 但是可以看到在中南部 降雨還是很持續 而且甚至中部地區 因為開始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整個雨勢是有往北擴展的一個過程 所以提醒大家 整個降雨真的會非常的明顯 我們預期在未來24個小時 整個超大豪雨的地區 將會包括了嘉義以南的地區 以及苗栗以南 還有宜蘭花蓮的山區 都將出現超大豪雨等級的降雨 此外在苗栗以南的平地 還有台東平地跟新竹的山區 也都將有大豪雨出現 我們要提醒大家 凱米颱風對台灣的影響 真的相當的大 而且它也是在0403地震之後 第一次對台灣帶來 強風豪雨的一個颱風 在這段期間 非必要的話請盡量避免外出 尤其是不要前往山區 以及海邊活動 提醒大家一定要嚴加防範 颱風的影響 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這節的颱風動態說明 對方的影響